好我们刚看到呢民众党主席柯文哲似乎都没有说什么 这感觉看起来有一点是不是在拖时间的感觉 还说呢是在明天才要召开记者会对外一并来说明 所以有人说了这里头是不是藏了某一些的玄机呢 在昨天的蓝白会面之后 柯文哲是不是在玩一个拖延时间 好我们就先来看到昨天的这一场的会面 党团沟通采的是闭门会议 那么在野党呢是不是能够联手满足广大人民的需求跟期待 非常的重要 那韩国瑜说在双方会面之后呢 几乎在会谈当中虽然是一个闭门的会议 但是呢几乎是无话不谈 沟通意见也都非常的彻底 而且呢他在会场的时候呢 黄国昌有讲到说 那你像以前有些小党啊都被当成这个空气一样嘛 你蓝绿呢讨论完之后呢 直接去跟院长说了 那我这些小党都没有用 但是呢韩国瑜这次有答应 他说绝对是不会把民众党当成空气的 而且呢会当成氧气来看待 我们看到呢 这个前立委郭正亮就说了 黄江韩都是大开怀的笑 大笑开怀看到这三个人笑呵呵的 表示什么呢 表示这个氛围相当不错的 所以呢 郭正亮认为说 他觉得应该是读到了某一些的讯息 认为呢蓝白合作的几率是大增了 那当时呢有这个与会者呢 出来的时候呢 透露了一些讯息 透露什么呢 说这个雨谈的过程当中啊 都相当的开心 韩国瑜真的是很会带气氛 看到陈昭姿就跟他说 我跟这个陈水平也是很熟 哇一句话就让场面都和乐融融了 所以看起来昨天呢 蓝白会面的时候 似乎大家心情都很不错 好到时呢 下午的时候就是跟民进党会谈 但是民进党是不是 脸色比较凝重的一点呢 虽然在这个看到民众党之前 也曾经有提到说部分区立委 那希望的委员会是单一招委制来主张 但是民众 这个民进党党团总召科技民就先批说 这是在民住国民党 但是我们看到了 这个立法院长游席坤 昨天却是表态了 而且呢 还是在脸书上写出什么呢 他支持的是民众党的国会改革主张 被很多人就质疑 他为什么会这么做 而且他说是个人的意见 那游席坤 他今天就在脸书上写的是几个字 他说既然承担 就因勇敢既然负重就需忍辱 他还举例了美国法国德国跟日本先进国家 都是用一招委制 而且他还提到了是说 以前的民进党团上一届就曾经有过提案了 同时他还提供了两份的资料 包括了民主先进国家 大部分所采取的单一招委制的这一份的资料 每一个国家的内容都还分别的 写得非常的清楚 做了一个比较 那另外呢还放了另外一份 就是民进党团上一届有提案 建议立法院采单一招委制的部分 所以他把它列出来提供这两份的资料 要请大家指教 因为他昨天是用个人的身份 表达支持单一招委制度 不过我们看到现在立院龙头指展 国民党韩江沛 拜会了民众党立院党团 这双方进行了40分钟的闭门会谈 外界就指疑说你闭门会谈 是不是有在利益交换呢 议员钟沛军就说了 韩国瑜就是克随主辩 也透露他跟江启成 谈到这个事情的时候 江启成认为 竟然是要谈国会合作 沙盘推演做太多 难免就会失真 韩国瑜跟江启成 对于这一件这个形式 并没有太多的意见 那反而可能国民党 党内其他的委员 以朋友为辞 但是去谈的主角没有意见 那这代表什么 这就是诚意嘛 他在强调说 主角说克随主辩 没错 你要这样 OK我就这样 那我今天遇到江启成 我还看他开玩笑说 你在里面访谈 有没有看到谁的胸前小红点亮亮亮在闪灯 他说没有啦 我们没有想那么多 真心没准备 去谈就是去谈 那我说你不怕又中埋伏吗 讲白一点 对不对 军越一次马半一次 两次状况都不好吗 那他他讲到说 今天既然去 大家要谈的是国会合作 再也如果要把自己视为同一艘船 那你在做太多的沙盘推演 好像反而有点失真 也没有那么多诚意 所以他一直在强调说 他跟韩国瑜没什么准备就进去 那还好看起来也没发生什么太奇怪的事情 那这是国民党的诚意跟态度 那反过来民进党这边还没谈 就在私设行堂 但是也不是骂人家私设行堂就不去 我看他们也很微妙 那到底公不公开 我刚到事前看新闻 他们还在说 本来是说要公开 但是已经参考国民党早上是没公开 所以他们在想说 那是不是也不要公开 好了 那谈之前就有这么多眉眉嘎嘎 我觉得这个两边的心态 就已经有一点落差 李远龙头决战是已经倒数计时了 韩国瑜游席坤都到了民众党去面试 所以到底二月一号 民众党关键八席到底会挺谁呢 来看到有人就说了 柯文哲是在玩拖延时间 现在有白银人士有透露说 其实无论是第一轮或是第二轮的投票 民众党一定是团进团出 目前并没有说要自提政副院长人选的看法 但是陈卫文他认为说 现在以后会没完没了 为什么呢 因为选个立院龙头就是一个开始而已 难道未来你每个议程都要蓝的绿的轮流来拜会你吗 但是你看到白银忽蓝忽绿的 以后真的是会没完没了了 但是我们另外看到沈富雄的看法 他说呢 柯文哲这一个出手啊 不过就是要拖延时间 蔡壁炉之前就讲了柯文哲是在否定期 然后呢进入到了愤怒期 所以现在是柯文哲在讨价还价的阶段了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 柯文哲他心里面的一个历程 那另外呢 时事评论员张锦为认为说 作为是关键的少数 民众党的问题并不是在自我膨胀 操弄杠杆施衡与否 而是呢柯文哲混淆了灵活跟善变的分纪 所以他是失去了最基本的政治诚信了 另外中国时报在今天也有一篇的社论写到的是 在过去呢一再声称要监督执政的民众党 如果你连最后立院龙头呢 也拱手送给了民进党的话 那当初投给他们的选民能够不火大妈 所以呢大家都期待的是说 希望呢民众党能够支持韩国瑜 支持国民党 不过我们来看到了 前立委郭正娜就分析了 其实呢民众党现在有两种的思考 什么样的思考呢 来听咱怎么分析 民众党确实有两种思考 就是早眼于2026年 那目前做什么策略比较好 那黄国昌因为他个人的问证监督的爆发力最强嘛 他就认为应该是定位为在言 这样才能够充分的监督执政党 可以发挥所长嘛 可是另外七个是这样吗 另外七个搞不好 不一定是在这方面特别有能力啊 那有一些人就会觉得说 是不是跟民进党发展一点关系 那2026如果要角逐县市长啊 那还有协商联合提名的空间 就会有这种思维啦 比如说林长佐 洪池庸 后来果然得到了民进党的礼让提名 我觉得就会有这样的思考啦 可是我觉得 我觉得这种思考太一厢情愿了 我跟你保证民进党百分之百不会让你 对 比如说苏小会让你黄国昌你不要做梦啦 不可能啊 那台北市民进党不提名 让你黄珊珊来代表 我觉得不太可能啦 真的不太可能啦 这个我觉得这个就是你对政治现实的评估啦 然后你要汇聚怎样的人量 才对你的发展更有利 那这个民众哪要想清楚 因为这个绿白河走了下去就没退路了 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肌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灵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